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瑞德 飛鯛跟CAM 再度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又回來幻獸帕魯的遊戲啦 那上一集我們順利打敗了新塔主喔 不過因為上一次我還沒有裝捕捉塔主的模組嘛 所以想說挪到今天 我們再來去把它說服帶回家啦 然後上一次我們不是也有做寶可夢的模組替換嗎 把我們的火麒麟換成了顧勒盾喔 換完之後一整個就好像在玩寶可夢主板一樣 對 沒有錯 那今天一樣也是由寶可夢模組替換 有一隻地圖BOSS我記得我之前沒有去抓過 喔 在這裡 就是它 朱雀 那這一隻大家可以猜猜看 我把它換成哪一隻寶可夢了 那如果說你是喜歡這款遊戲想再繼續看下去的話 別忘了先幫我影片訂閱一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給大家下訂閱 並且開小鈴鐺這不是RID的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再看一下 迷鬥子跳舞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那我們先去抓塔主吧 準備準備 來去說服他 那裝模組之後抓塔主好像就不用像以前那麼麻煩 因為以前是利用BUG去抓嘛 那裝了模組之後就可以像是在抓帕魯一樣 那我們就直接來吧 先消耗他的血量 上把幻動獸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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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就給我放這一招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還好我的裝備有提升 嚇死我了 一開始就可以我放這招 哎呦 把他血量消耗完 降低之後再說服他 來來來幻動獸 幻動獸水軍 還有觀眾一直問說為什麼我不把 就是貼換成寶可夢的帕魯 改成那個寶可夢的名字 像我們幻動獸他就想說要把他改成水軍 我是沒有說特別想換啦 就還是維持他們原本的名字就這樣 等哪天新血來潮 等真的想換的時候我再換就好了 改個名字而已 不是什麼大事 我們要注意他的攻擊 不要不要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哎呦 啊混沌騎士 混沌騎士也倒了 這一次我沒有特別去注意他們的血量 一下就被打倒了有點可怕 沒關係沒關係 快了快了 哎不要打我 嘿嘿嘿嘿 還好還好 躲得過就沒事了 現在還是要聖光騎士跟幻動獸 哇哇哇哇哇哇 有點緊張啊 我的天啊 幻動獸換你 他還有三萬的錢 我覺得應該可以唷 把他打剩下一萬以內 我就可以試著抓他了 打頭打頭 哎呦 哈哈 哦有了有了 剩下一千多 可以說服了 0.34 抓 4%的機率 再來 我現在用的是大絲怕乳球 4%4% 不行的話我就用傳奇 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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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傳奇有11% 可以可以傳奇的機率蠻高的 11%的機率拜託 再來 但是還要注意他的攻擊喔 他攻擊超痛的 快點進來 求求你 看我收服吧 哎呦 拜託啦拜託啦 再一下 哦有啦 我們成功收服 沙葉以及灰月衣 耶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左上角的帕魯 他們突破了55級的上限 他們來到58級 就是因為我有額外裝個模組喔 就可以突破目前官方更新的等級上限 包含我自己也是啊 對啊你們看 因為現在官方設定是到55級嘛 然後60級到99吧 對到99 這些都是還沒有官方更新的 這應該是裝模組拆包之後的內容吧 但是目前我還沒有升到 我還有沙漠之鷹耶 也太帥了吧 有灰月衣的鵪 我要做我要做 我們先出去 出去把灰月衣的鵪做出來 出來吧 沙葉以及灰月衣 哇 哈哈哈哈 一起坐一起坐 哇哈哈哈哈 我是直接坐在沙葉的腿上嗎 哇哈哈哈哈 超可愛的 沒有沒有 彌豆子 彌豆子坐在旁邊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招式好了 我覺得他那招很帥耶 他那招是什麼啊 角月射線嗎 不知道耶 我試試看 然後還有什麼 欸 喔允星 召喚隕石垂直落下 這招也可以試試看 來我們試一下他的招式 這招感覺還好 就是召喚冰墜去攻擊他 然後再來允星 允星看起來也還好耶 哈哈 為什麼 為什麼在跟他打的時候 感覺招式都很帥 那這一招 喔 對對對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那這一招就是 打我們打超痛的 飛起來飛起來 不過這個帕魯我真的覺得有點麻煩 就是他的那個招式的冷卻時間 不知道真的要等好久喔 好像越痛的招式就要等越久吧 哇再放一次允星 砸他砸他 砸他砸他 我們下來 直接交給他來打 砸爆他 呦呼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喔呦 帥耶 摸一下摸一下 喔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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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不錯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新塔組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 就是要來去找看看那一隻豬雀的 看看豬雀的模組有沒有替換成功喔 啊有沒有天空的王者 哈哈 我把他換成伊培爾塔爾 我們的歪鳥 好 哎呀 我覺得還蠻適合他的啊 歪鳥的樣子 我要收服他 我要收服他 直接把他射下來 嘿 哈哈一百多 怎麼這麼癢 直接射他超癢的 可是我覺得我應該有辦法單挑打贏他 哎呦 嚇死我了 我用射的 慢慢射 打他頭打他頭 小心喔 我就慢慢消耗他的血量 把這隻歪鳥收服了 因為這隻地圖王我一直沒有去抓他喔 所以就想說用配種就辦法把它配出來了 就懶得抓 但是這次有這個替換模組 還是想說抓抓看 我用激光布箱慢慢射 有了有了有了 兩百的血量 我要來抓他了 收服 兩%的機率 大絲怕乳球 抓不到 那傳奇咧 傳奇球六%的機率 怎麼這麼難抓啊這一隻 沒關係沒關係我慢慢丟 丟到這種為止 再來 哇 換成神獸 就變得不太好抓囉 不要這樣嘛 不要這樣嘛 大家有話好說 大家有話好說嗎 不要這麼堅持不給抓 你不要把自己當成歪鳥好不好 這麼堅持不給抓的 欸我剩下20顆了你不要鬧 你不要鬧 算我怕了你好不好 拜託 讓我抓一下 這麼堅持我快瘋了我 唉唷 欸你剩沒多少血了 你怎麼 這麼囂張欸 不給抓就是不給抓 有了吧 他真的要把我的球消耗完了 我要瘋了 我要瘋了 換大絲球 換大絲球 大絲球 大絲球還有2% 可以慢慢刷 我要哭了 我為了這一隻 真的是搞死我欸 我的物資 我的物資 我要重新收集了 有了吧 有了 我終於 抓到了我們的珠雀 瘋掉欸 我的天啊 這隻真的是搞死人了 等一下來騎他看看 出來吧 珠雀 我們歪鳥造型的珠雀 你可以騎乘吧 試試看 不過因為我們的珠雀是火系喔 然後我們歪鳥在寶可夢裡面是二加飛行 但是可能因為顏色的關係吧 所以放在珠雀上 我覺得是蠻適合的啦 對啊有夠帥的 呦呼 但是終於有蠻多觀眾都希望說我可以去搜集石板 來去召喚BOSS來打喔 目前石板我快搜集完了 我還在努力喔 沒辦法我應該下一集就有辦法去試著挑戰看看啦 因為我還有其他遊戲需要拍攝喔 所以這款遊戲我一直在擠時間來去搜集物資什麼的 像搜集石板也還在努力當中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暫時告一段落 那如果說還有更多的寶可夢替換模組 我一樣會拍給各位看啦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來吧來吧 剛來沒多久這麼小一隻 先讓我再多看你幾眼 超可愛欸天啊 直接變成四二真龍 哇帥喔 可是這個屋子有點太小了 我們出去看我們出去看 我們的第一隻救急異獸 真的是